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用汤圆来做好吃的 软糯又香甜 一起来看一下 我准备了一斤的小汤圆 在锅中烧水 水开以后加入汤圆 可以保持大火把水烧开 大约煮了一分钟 我们把刚飘起的汤圆捞出来 放到盘子中 一定不要煮的时间过长 然后用凉水冲一下 这样会更方便操作 控干水分 在盘子中准备多一些的面包粉 把小汤圆逐个的放到盘子中 裹上一层 热锅放入多一些的植物油 油温四五成热的时候 下入汤圆 一次不要放的太多 避免粘到一起 然后保持中小火慢炸 炸到汤圆鼓起 表皮金黄酥脆 就可以包出控油了 汤圆这样做方法非常简单 酥脆软糯 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也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明天见